梦中海尽管被批评为人物不连贯和爱情戏态空洞 但仍具有其特殊意义 梦中之海携手肖战和李晨演出正式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 并立即在每日新闻节目中引起了极大关注 在首播的第一天 该电视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成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电视剧 通过这部作品 不仅展现了浪漫的爱情故事 还深刻反思了特定时期的历史和过去 剧情围绕着北京一群年轻人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展开 观众将沉浸在由肖战和李晨出色演绎的 主要角色的情感起伏中 电视剧的前半部分聚焦于他们的生活和爱情 从而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 梦中之海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电视剧 它还在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下 刻画和反思了许多深刻的内容 与其他电视剧如《公诉的巧妙》结合 使得观众们可以对肖战的演技进行比较和评估 看他是否真的是一位顶尖演员 除了唤起对家庭和命运的思考外 梦中之海还通过角色的动人情节 引发观众对现实和残酷生活的思考 这部电视剧唤起了观众内心的自豪感 和对家乡的热爱 并引发了对人生选择和责任的思考 尽管对于角色的一致性和某些感情场景的空洞感 存在一些不同意见 梦中之海仍然是中国电影界的一次突破 凭借着才华横溢的演员阵容和富有意义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证明了自己的吸引力 吸引了观众 并成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梦中之海进一步巩固了 肖战和李晨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 并在粉丝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深情的表达和真挚的情感 梦中之海传递了关于爱情 历史和生活的积极信息 总而言之 梦中之海证明了电影不仅仅是图像和声音的结合 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可以唤起 思考和转 达深刻的意义 通过制作团队的奉献和才华 以及观众的支持梦中之海 描绘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 征服了观众的心灵